像我父亲最后是经过了抢救 但是确实非常痛苦 创造性抢救 我父亲曾经说人生必有一事 所以我们当时做这个 我们觉得这件事呢 我们有这个经历 中国人一个原来就众生不众死 这个年轻的时候就考虑死 就没怎么考虑 所以呢 倒不是父辈的教育 但是我的切身体验 就是说今天在301 我父亲 我母亲 我岳父 我岳母 都在这个医院里找到 像我父亲最后是经过了抢救 但是确实非常痛苦 创造性抢救 我父亲曾经说 你看我现在成立一个机器人了 他为什么说呢 因为他浑身插满了管子 他是癌症晚期 但是你即使受了那么大的痛苦 你最后不还是得离开人世吗 人生必有一事 所以我们当时做这个 我们觉得这件事呢 第一个就是我们有这个经历 第二个就是我们也老了 也没有多久 我现在70多了 可能也会遇到这么一个过程 我们协会里不光是红二代 有很多的大夫 也有很多的专家 301现在已经做到80%的这个老干部 都是采取这种安宁疗祸的办法 不做过度抢救 对他们来讲 这些都是高级干部 没有这个经济上的 但是患者本人和他们的家属 不愿意遭受更多的痛苦 另外组织上 我们部队和医院 也都支持这个患者和家属的这种想法 好